姜桃自曝曾提议公司雪藏一年 坦言 楼都买卖 卯面必要再捞落去 姜桃昨日接受森美 小姨及梁佳琪主持的商台节目 早霸王访问 同时宣传新歌丢你 姜桃又重提自己今年初 在赤诈颁奖礼上献唱镜中镜 突然走到台下的疯狂表现 有来大量负贫仪式 她坦言并没有后悔 因为当时是想抒发自己的情绪 又表示自己当时曾向公司要求雪藏她一年 姜桃校园 楼都买卖 有地方可以收买自己 都卯面必要再捞落去 哈哈 但她随即称只是说笑而已 不过经过当晚的演出后 的确是想让自己沉淀一下 而森美就赞姜桃性格直率 就是因为她的这份直率才会有那个演出 姜桃的人气金曲蒙着嘴说爱你 曾红到连黎明在个人演唱会上都公开唱过 可是她在节目中却表示 曾想过以后都不再唱蒙着嘴说爱你 因为这首歌是在疫情之下出现 当时大家都戴着口罩 姜桃说 我觉得已经过作去 疫情都过作 又毛灭抑郁在唱 虽然一家我都中戏蒙住 小姨就泼她冷水说 你一事都要唱那首歌啦 姜桃及笑颜 我今到四 五十岁 去到哥哥年纪重要 CuteCute 感谢您收看猫TV新闻频道 记得点赞 分享和关注 每天更新最新消息 在评论部分让我知道你的想法